好我们接下来看企业接收政府和股东 化入资产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那就是说当政府或者股东 给了一项资产给企业的时候 企业需不需要作为一项收入 来算企业所得税 那我们得分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 接收政府化入资产的所得税处理 如果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部门 他是明确了将这种国有资产 作为股权投资的方式 以股权投资方式投入到企业的 那你看这相当于政府给我这项资产 是他要在我企业当股东 我这是接受投资 那我接受投资的话 应该是把他作为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处理 他不涉及税 所以这也说了 企业应该作为国家资本金来处理 就没有什么收入总额 企业所得税的事 对吧 好 那我企业呢 毕竟是得到了政府化给我的一项资产 那这项资产 他需要确定计税基础 计税成本 那这个计税基础呢 我们上一招 政府所确定的接收价值 来确定计税基础 那我们在小题当中 经常会问你 到底上一招公营价确认计税基础呢 还是什么接收价 还是什么其他的价值确认计税基础 所以这个要记住了啊 因为这是接收政府化入的资产 那么政府那边会给一个接收价值 咱们就按照这个接收价值 作为我收到这项资产的计税基础 那这个计税基础有什么用呢 将来如果你这资产 你要折旧 对不对 你要贪销什么的 那我们是不是以这个计税基础为依据 进一步的在此基础上 去算折旧费用 去算贪销费用 去税前扣除啊 好 这是第一项 OK 那接下来 如果说政府 他不是以股权投资的方式 把这资产投入到企业 而是将国有资产 无偿化入企业 白给的 那站在企业的角度 是不是一项政府补助 白来了一项资产 那这种财政性资金 他说如果指定了专门用途 有专门用途的财政性资金 那企业就是作为不征税收入来处理 那你看这个时候 是不是存在税法跟会计之间会有差异 在会计上 如果说我们有一项政府补助 那国家画进来一项资产是政府补助 有专项用途的 会计上要记录其他收益啊 对吧 这些科目单状会记录到利润总额里边的 但是税法上呢 你看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 那就有税块差异 要做纳税调减 对吧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企业获得的这项资产 我们就按照政府确定的接收价值 来算它的这个计税基础 以及呢 按照政府确定的接收价值 来计算不征税收入 好 那除了一和二这两个情形以外呢 如果是属于其他情形 政府呢 无常把资产划入到企业 那这种情况下不就相当于 我企业有一项接受捐赠的收入吗 所以啊 企业呢 它得按照政府确定的接收价值 来记录到当期收入总额 算企业所得税 因为这就是一项什么 接受捐赠的收入 对吧 好 那政府如果没有确定接收价值的 那就按资产的供应价值 来确定应税收入 所以第三个情形就是有政府接收价值的 按接收价值来 没有政府接收价值的 那才看供应价值 对吧 好 那接下来 如果是企业接收股东化入资产呢 那第一 如果接收股东化入资产 凡是合同协议约定啊 作为资本金 在会计上 并且也作为资本金来进行处理了的话 那不就跟我们前面那个 政府当股东是一样的吗 你既然是接受投资了 那就跟收入没有关系 也不会涉及企业所得税的问题 对不对 好 所以不记录到企业的收入总额 因为这是资本金 资本投入 好 那企业呢 得到的这项资产 我们是按照供应价值 来确定资产的积税基础 那除了这种情形以外 如果说股东 他不是以这种投资的方式 不是以投资入股的方式 给我们这项资产 是其他的 就是直接划给我们一项资产的 那这不就相当于 也是接受捐赠收入吗 那就做收入处理 而且是按照供应价值来算收入 也是以供应价值 作为我取得该项资产的积税基础的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接收政府化入资产 我们这主要看的是接收价值 如果是接收股东化入资产 我们这盯的都是什么 供应价值 对不对 好 来我们看题 看看考试怎么考 单选题 他说企业接受县政府以股权投资的方式 投入到国有非货币性资产 应确定的计税基础是什么 你看这是接收政府化入资产 那就找政府确认的接收价值就完善了 而且你这是接收政府以股权投资的方式 投入的资产 那我们不用记住到收入总额 因为它是作为国家资本金来处理的 对不对 OK 好 接着单选题 省级人民政府将国有资产明确 以股权投资方式投入企业 企业接受国有资产正确的 企业所得税处理方式 你看作为什么处理 作为接受捐赠收入 还是低延收益 还是国家资本金 还是非货币性资产收入 显然选C吧 股权投资吗 对不对 如果你不是股权投资 也不是那种有专项用途的 财政性资金 那我们其实就是当做一种 接受捐赠收入 要记入收入总额的 对不对 你要是股权投资 那肯定是国家资本金 好 再来多选题 企业取得的下列资金当中 不记入到企业收入总额的有 选项A 按照规定取得的增值税出口退税 这个出口退税 我们说本来就是我的钱 退的那个税本来就是我自己的钱 原来那个镜像是我早就付出过的 现在享受出口退税 把我原来自己付出过的钱 我再收回来 它属于一项其他应收款 它不会记录到咱们的收入总额 好 那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 这个要做收入总额 对吧 企业使用后需要归还财政的资金 就说你用了国家的钱 但是将来得还 那你说国家原来拨你钱的时候 能是收入吗 显然也不是吧 这相当于我们从国家借了一笔钱 对吧 借过来的钱 那可不是你的收入 好 企业资产的异余收入 这肯定是收入总额 增加企业实收资本的国家投资 那这是作为资本金处理 不计入收入总额 OK ACE 好 接下来单选题 企业取得的下列款项单中 应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是 选项A 为指定用途的账户奖励 这个要算吧 好 那你向国家投资款 这个是资本金处理 不计入收入总额 对不对 增值税的出口退税 增值税的留底退税 你看退的这些税 本身就是我的镜像 退的税本来就是我自己的钱 对 他们是不用去算企业所得税的 好 要算企业所得税的 只有选项A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企业混合性投资业务的 所得税处理 什么叫混合性投资业务 兼具权益和债权双重特性的投资业务 那对于投资业务 比方说 假公司 投资一千万 投到乙公司 这是股权投资 当他的股东 对吧 那你看对于这种股权投资 将来 乙公司是拿一个税后的利润 来进行分红 那假公司所得到的股息红利 咱们是不是可以适用免税的政策 免税收入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明面上 他们是以股权投资的方式 来进行投资的 但实际上呢 我们说这个乙公司啊 还需要定期给假公司去付利息 然后到期呢 还得去归还相应的一千万的本金 那实质上 他可能是一项债权性投资 好 所以啊 我们所谈到的混合性投资业务 其实就是表里不一 明股 实战 如果你是正儿八经的股权投资的话 我们说 投资方这边 股息红利免税 被投资方那边 他所支付的股息 红利 不能在税前扣除 因为他本身就是拿税后利润去分红 不能再回到税前去扣除 可如果他是一项债权性投资 说你假公司 你把钱你是借给乙公司 乙公司定期支付利息 然后到期呢 还本金 如果是债权性投资的话 那你这边是利息收入 完了你乙公司这边呢 是利息费用 那利息费用可以按照相关的税法规定 再去税前扣除 好 那我们现在说的是混合性投资业务 如果同时满足下列五个条件的 这是表里不一嘛 那我们就要按照债权性投资业务 来进行所得税处理 同时满足五个条件 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 就是真正的民股实债 就明面上是股权投资的方式 实际上呢 是债权性投资 所以我们看看到底是哪五个条件 第一 被投资企业接受投资以后 需要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的约定 约定的利率 定期去支付利息 那你看 也就是说明面上 你假公司是以股权投资的方式 投进去这一千万 投给债 但是结果债呢 要定期向你假支付利息 你看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有明确的投资期限 或者特定的这个投资条件 然后呢 在投资期满 或者满足特定投资条件以后 被投资企业需要赎回投资 或者偿还本金 也就是说 有期限 你投资多少年 三年 三年后了 你以公司要把一千万的本金还给假公司 你真正的那种股权投资 哪有说 把投进去的资本再还给你股东的 除非说 人家这个被投资企业解散了 清算了 对不对 那才会有分回一些剩余资产 那要不然的话 哪有说股东投进去的钱 人家一分不差的给你退回来 那你看明显这种啊 我们说他要去还本金的 他是具有债权性投资的特色的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 不拥有所有权 也就是说你假公司 对已公司的净资产 不拥有所有权 说白了 你不是股东 如果假公司是一个股东的话 他对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 是拥有所有权的 那现在不拥有所有权 说明你不是股东 好 第四 投资企业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也不是股东 对吧 投资企业不参与被投资企业 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就你已公司 你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我假公司不插手 如果我假公司要插手 那我是股东的身份 我才有资格插手 我不是股东身份 所以我不插手 是不是这意思 好 所以如果满足这五个条件 同时满足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说白了 本质上 它就是一项债权性投资 就根本不是什么股权投资 明面上好像是股权投资方式 实际上呢 假是债权人 乙呢 是债务人 到期还本要付息 对不对 好 这叫债权性投资业务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对于混合性投资业务 如果说没有满足这五个条件 这五个条件 我们要求是同时满足嘛 对吧 如果有其中一个条件不满足的话 那我们说 它就是用权益性 投资业务的事务处理 那如果是权益性投资业务 就是股权投资业务 那我们说投资方 获得的回报 是股息红利 你从居民企业分回的股息红利 我们符合条件的 是不是可以享受免税的政策 而被投资方所支付的股息红利 咱们不能作为一项费用 在算应纳税索得额的时候 去扣除 不能税前扣除 因为它本身就是拿税后利润 去支付股息红利 那不能再返回到税前 去做任何的扣除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我们说混合性投资业务 它满足这五个条件了 那么 我们说 就把它本质上是作为一项债权性投资业务处理 那债权性投资业务 你投资方获得的就不是股息收入了 你是债权性投资 那获得的叫什么 叫利息收入 那利息收入何时确认呢 合同约定的应付利息的日期 确认收入 好 那针对被投资方支付的 那就叫利息费用 而利息费用 我们以后会学利息费用的扣除规定 只要不超过税法扣除标准的部分 我们都是可以按规定去税前扣除的 那么具体的利息费用怎么扣除 我们以后会学 好 那接着 如果说到期了 被投资企业要赎回投资的话 怎么处理 比方说 他们之间的这个投资 约定了期限三年 就投三年 三年以后 被投资企业 以公司可以赎回 他可以赎回 他可以赎回的意思就是还本嘛 把本金给还了嘛 就把这个债给清了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谈的是 到期了 如果要赎回投资的话 赎回价 大于投资成本的话 那投资方 还给假 还给假 对不对 好 那你现在看看 赎回价是不是大于投资成本 那你这样在投资方 假公司的角度 是不是挣钱了 1200 减掉1000 挣了200万 这叫债务重组收益 得消税 好 那么你投资方是债务重组收益 那对应的被投资方呢 他不就损失吗 他损失了200万 那损失可以在税前扣除 你看双方的计税步调 他也是一致的 好 那反过来 如果说赎回价 小于投资成本呢 原来 假 投了1000万 结果现在三年到期了 赎回价是900万呢 那说白了 投资方是亏了 他有债务重组损失 那税前扣除 那你一方是损失 另外一方 那不就是收益吗 你是债务重组收益 那就记入所得 该交税 交税了 OK 好 这这个问题 这些呢 主要是把握文字性的考题 计算不会有 好 接着境外投资者 如果在我们境内 从事混合性投资业务 而且也满足了 我们刚刚的那五个 混合性投资业务的条件 那我们说 他可以按照债权性投资业务 来进行处理 没问题 但是 如果同时满足下列两个 条件的 那么 这个情况的话 他就不能按照债权性投资业务 来进行处理了 就只能按照股权投资 权益性投资业务来处理 哪两个情况呢 来 第一 该境外投资者 与境内被投资企业 构成关联关系 就说白了 你境外的投资者 确实是以股权投资的方式 投资了我们境内的这家企业 你们之间还构成关联关系 另外呢 境外投资者所在国家 将该项投资收益 认定为是权益性投资收益 既然是权益性投资收益 说白了 就他得到的是股息 是股息的话呢 人家国家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因为本身就是税后利润 拿出来分红的 不用再去交税了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OK 那你就不能说 按照债权性投资业务来处理了 你说你境外的一家公司 比方说境外的一个A公司 投资我们境内的假公司 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投资的 而且呢 还满足我们前面的那五个条件 可是 你A公司跟假公司之间有关联关系 并且 你境外的这个A公司 所得到的 这笔投资收益 在你境外 A公司所在国家 就认定为是一项股息了 你那边都认定为股息了 那完了 我们这边还能说 作为利息费用 由他被投资方去税前扣除吗 你这边都认定为股息了 那我们这边呢 也是股息 那就不能适用债权性投资业务的税务处理了 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对不对 你看 境内被投资企业向境外投资者支付的利息 就是视同股息的 既然是股息 那就不能税前去扣除 好 这个意思 OK 来看一下文字性的表述题就行了 多选题 下列关于混合性投资业务相关的所得税处理 正确的有 选项A 混合性投资业务 是指兼具权益和债权双重特性的投资业务 对的吧 好 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净资产 不拥有所有权 这就名股实债嘛 不拥有所有权 他不是股东 明面上是股权投资 实际上不是股东 投资企业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参与被投资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吗 由于他不是股东 所以肯定不会涉及到参与被投资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 对吧 而不是参与啊 你错在这 好 选项D 被投资企业应付利息的日期 这是一个7字啊 写错了 被投资企业应付利息的日期 确认收入的时间 并且呢 进入到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没错 被投资企业赎回的投资 投资双方应该于赎回时 将赎回价与投资成本之间的差额 确认什么 确认债务重组损益 一方是债务重组损失 那另外一方就是债务重组收益了 对吧 是收益 进入所得额交税 是损失 再算所得额时 税前扣除 就完事 好 所以这题我们应该是ABDE 好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混合性投资业务处理 主要是一些小题 好 接下来再一个 永续债 发行永续债 这个永续债是什么呢 本来债券呢 它应该是有到期日的 比方说三年五年的债券期限 这是很常见的 但是永续债 指的是 没有明确的到期日的债券 没有明确的到期日债券 那么像这种永续债 既然它没有明确的一个到期日 那我们就不能把它看成是一项普通的债权性投资来处理 所以像永续债 我们说一般情况下 它属于明债实股 它跟我们刚刚那个混合性投资业务是反着来 混合性投资业务呢 是明股实债 明面上是股权投资 实际上是一项债权性投资 而永续债呢 永续债明面上是一项债券 是一项债权性投资 而实质上呢 把它看成股权投资 所以对于永续债 在一般情况下 它是适用股息红利政策 那也就是说 投资方所取得的永续债利息收入 它不叫利息 它属于股息红利 既然是股息红利 如果是符合 我们从居民企业分回的股息红利 符合条件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享受免税政策 好 那对于发行方 发行方发行永续债的那一方 他要支付永续债利息吗 那这个时候 他支付的不是永续债的利息 支付的是一项什么 股息红利 既然支付的是股息红利 那我们就不让他在税前扣除 你看这是永续债的一般处理 那如果说永续债 符合一定条件的 OK 那么可以是用债权性投资 税务处理 要符合一定条件 符合哪些条件呢 这个咱们后面有 就是说有九个条件里边 他只要能够同时满足五条 九个条件里面满足五条 那么这个永续债 我们就可以按照债权性投资 来进行税务处理 债权性投资 那就是你 这个投资方 获得的是利息收入 那你发行方支付的 就是一笔正儿八经的利息支出 可以按规定去扣除了 对吧 所以你看看九个条件 其实都是在说 债权性投资业务的特色 特点 你看 被投资企业 对该项投资 具有还本的义务 债权性投资的特点 对不对 有明确约定的利率 和付息的频率 有一定的投资期限 那不就是什么借款期限 借款利率吗 投资方对被投资方净资产 你看不拥有所有权 不参与人家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可以赎回 或者满足特定条件 可以赎回 你看这几个条件 跟咱们之前讲 混合性投资业务的条件 几乎是一样的 对不对 意思是一样的 好 被投资企业将该项投资 进入负债 就你自己被投资企业 都认为自个儿 是一个债务人 你作为负债处理了 那不就债权性投资 那该项投资 不承担被投资企业股东 同等的经营风险 就他不是股东 你投资方不是股东 然后呢 该项投资的清偿顺序 位于被投资企业 股东持有的股份之前 债权人的 这个 我们说债权人的权益 它是优于股东权益的 对不对 所以说第九条也是在说 它属于债权性投资的特色 好 所以九个条件里面 我们满足其中五条的话 OK 那么这样的永续债 我们就可以使用债权性投资的处理 那你投资方获得的是利息收入 那被投资方支付的是真正的利息支出 就可以按照规定呢 在税前去进行扣除 好 OK 另外呢 我们说 对于这种永续债 发行永续债的企业呢 要对每一个永续债产品的税收处理方法 已经确定的话呢 是不能变更的 而且它的这个税收处理的方法 需要在发行文件当中来进行披露的 要向投资者去进行披露的 你到底这个发行的这个永续债 我们到底是按照 适用股息红利的政策 对吧 来进行税务处理呢 还是适用咱们这种债券利息的政策 也就是债券性投资业务 来进行税务处理呢 这个税收处理的方法 已经确定 我们说不能变更 而且企业对永续债 所采取的税收处理方法 如果与会计核算不一致的 那么你就存在税块差异了 既然存在税块差异 那是不是要做相应的纳税调整 这些都是文字体把握就行了 比方说来看一个多权题 下列关于企业发行永续债 企业所得税的表述正确的有 选项A 企业发行符合规定条件的永续债 发行方支付的永续债利息支出 他说准与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 符合规定条件的永续债 那你可以适用债权性投资业务的处理 对不对 可以税前扣除 好 发行符合规定条件的永续债 那投资方取得的永续债利息收入 那就作为收入纳税 对吧 好 企业发行永续债 应当将其适用的税收处理方法 在证券交易所 银行间债券市场等发行市场的发行文件当中 要向投资方进行披露的 对的 而且呢 对每一个永续债产品的税收处理方法 一经确定能变更吗 一经确定之后都不能变更 他说三年内不变 错了 好 最后一项 企业对永续债采取的税收处理办法 与会计核算方式不一致的 那是不是要及时做出 那是调整 对的 好 所以除了D 其他都选 基本上就是类似这样的文字性的考题 就把前面的那些政策 拉出来 616 让你选一选 好 接下来是可转债 可转债 可转债是什么 我们现在呢 允许上市公司能发行这种可转换债券 就一开始是债券 完了呢 在这个 你可以拿这个债券一直持有制到期 就是买可转债的人 咱们投资者去买这种可转债 你可以选择一直持有制到期 那你就一直拿着债券 将来一直拿的都是债券的利息收入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这个可转债到期之前 我们可以行使转股权 行使转股权的意思就是 把你的可转换债券 我们把它转为一定数量的股票 那转为股票以后 你所拥有的就是一项股权投资 就不是一项债权投资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处理 来 如果说 咱们投资方 我们购买方买的是一项可转债 然后你持有可转债期间的利息 那你投资方 也就购买方 是一项利息收入 正常交税就行 而发行方呢 发行方支付的不就是利息费用吗 那利息费用呢 就税前扣除 这没问题 这是持有债券期间的利息吗 好 那后边说的是 当可转债满足一定条件 它行使转股权了 我们投资人 把它转换为股票了 那么转股的时候 来 转股的时候呢 如果把应收未收的利息 也一并转股的话 那么这个应收未收的利息 在会计上 是把它作为转股金额 也就是作为什么实收资本去处理了 是没有确认收入的 那么哪怕你会计上没确认收入 这种应收未收的利息 在税法上 也应当作为利息收入来申报纳税 你确实还是得到一笔利息收入 好 而且呢 转股之后 你获得的是股权投资吗 你的股权投资 计税基础 计税成本如何认定呢 那就拿你债券的购买价 加上应收未收的利息 加上所支付的相关税费 那就是股权投资的成本 好 这是购买方 那发行方呢 发行方 我们说 当购买方把可转换拽券 转换为股票的时候 不是有应收未收利息 一并转股吗 那站在这个发行方的角度 对于这种应付未付的利息 虽然他没付 但是我们当做他实际支付了利息 允许呢 他在税前去扣除 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出来以后 实际上就是购买方 跟发行方 他们的计税步调是一致的 哪怕是可转换拽券 转换为股票了 转换为股票的时候 你这边应收未收的利息 你要作为利息收入申报纳税 那么发行方这边 他属于应付未付的利息 哪怕他没支付这笔利息 也看成他付了 毕竟那边有收入 那这边呢 就看成他有利息费用 看成他已经支付 就把利息费用吗 去税前扣除 这些也是文字性的考点 把握一下就行 来看一下多选题 表述正确的找一找 购买方企业购买可转换债券 在其持有期间 按照约定利率取得的利息收入 依法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的 利息收入吗 购买方企业可转换债券 转换为股票的时候 将应收未收利息 一并转为股票的 那么应收未收利息 会计上没确认收入 会计上它是什么 实收资本了 那么哪怕会计上没收入 税法上我们说了 你把应收未收利息 你都转为股票了 你有收入 利息收入 是冒拿水 那发行方发生的 可转换债券的利息 那就按规定扣除 B和C都没上 那发行方 按照约定 将购买方持有的可转换债券 和应付未付的利息 一并转为股票的 那么说发行方这边 哪怕是应付未付的利息 我们也当做它已经支付 那就可以在税前扣除 要跟购买方的计税步调 保持一致 对不对 好 那购买方企业呢 购买可转换债券 其持有期间 按照约定利率 取得的利息收入 说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吗 没这么个规定 所以就ABCD 好了 这样的话呢 关于一些我们收入总额 相应的一些个知识点 那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呢 后续呢 再来讲 关于扣除的一些规定 也就税前扣除的一些项目规定 啊